有关几个功能 这边 第一个就是说 按下它 下方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在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叫Status Bar Status Bar呢 它会自动去更新 总共几个网页 已经下载了几个网页 这个比较简单 其实只要去控制什么 一个Application里面的一个属性 叫Status Bar 所以你打一个Application点 Status Bar 等于什么东西 给一个字串 它就会帮你显示在 我们的下方 这边 OK 直接显示在这里 后来我讲这个之后 讲完 同学都说 老师这个太小了 根本看不清楚 有没有什么让我 感觉更好的东西 所以我后来就想 不如就做一个 类似像这样子 跳出来 有没有 慢慢跑 慢慢跑 有没有 它自己去更新 这个感觉就比较有 那个Feel OK 不过前面那个比较简单 后面那个就比较复杂 但是我稍微讲一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做看看 第一个 我要怎么增加一个Status Bar 第一个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我主要是增加哪个地方 在扣股市下载的下面 增加了这一行 就可以了 那这一行里面 放大一下 这样看得到吧 这样好了 因为这个Application 其实只要打上什么 那个Application 指的就是Easeo本身 它里面有个属性 叫Status Bar 共R减一个 也就是说 这里面总共会有几个网页 那为什么R减一 因为我们那个标题列要扣掉 扣掉一个 然后呢 第几个 I要减一 因为我I是从第二开始 所以I要减一 这样的话 跑一次 I就更新了 I从二开始 第一个 跑第二个 就是三了 再变成二了 三四 直到九 全部跑完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那如何呼叫这个Status Bar 其实你这个地方点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点一下 这地方 点 它会出现 S 前面Application 可能要记一下 ST 这个时候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Status Bar 就出来 这个东西 它会 在后面就给它一个字串 它就可以帮我做出来 这个是Status Bar 好 第一个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效果不明显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希望去 什么呢 产生刚刚那个东西 就是它这边按下去 它会自动 帮我显示出来 那怎么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按钮 它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 换点秀 你想说 换点秀就可以吗 当然不是 这个所谓换点秀 指的就是 换是一个表单 那个表单呢 它里面就放一个状态列的一个百分比 那那个状态列 早期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换点秀 换在哪里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拉过来 当然你们的专案里面 应该没有这个东西 我是在表单 有没有 这边增加一个表单 表单名称叫home 那如何增加表单 按右键 插入一个 制定表单 这个表单里面做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 一 把这个表单的名称 改成叫做home 一 OK 二的话呢 增加一个什么 我这边做一次给各位看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然后把这个名称叫做home 因为我已经有home 我把它改成home2 一 二的话呢 把它缩小 三 把那个工具箱叫出来 跑到这边来 这个工具箱 工具箱里面 放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呢 拖拉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状态列 不过第一个 名称 改成叫pb 因为它叫 也许叫pregsbar 然后呢 它的caption 里面不要有东西 它现在有东西 沾掉 它是根据那个caption的 这个属性 好 第三个呢 它的颜色 我要是红色的 所以呢 把这边改成红色的 ok 最后呢 可能你们 也来不及记没关系 画面都有录像 回去再试一下 name back color caption清楚 最后呢 宽度 wise 设为200就好了 那你想说 老师我不要200 我要400 我要800 可以啊 但是程式要跟着更改 enter 好 然后 最后的话 还有这个 这个的caption 这个的表单的caption 可能除了名称之外 home 改成home之外 你的caption 改成叫什么 我这边好像叫什么 下载进度之类的吧 这边改成下载进度 这样就完成了 caption 下载进度 然后把这个稍微跟把它关稍微小一点点 做出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那叫他home点秀 他就秀出来 可是他秀出来的时候 必须要做一点事情 什么事情呢 你可以在他的那个空白处点两下 这边可能需要学会一个叫activator 所谓的activator就是说 当这个表单被启动的时候 启动的时候要做什么 触发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表单被启动了 那我就怎么样 不外乎就是说 把刚刚的那个程式 呼叫什么呢 删除旧的工作表 这个跟前面那一段程式码一样 然后去抓到总共有几列新增工作表 然后去下载股市资料 不过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要更新它的话 最重要的几个地方 第一个指的就是 那个标签的宽度 预设为零 也就是它没有动的时候就零 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的宽度怎么样 随着什么呢 随着你跑一次而更新 那更新多少 因为宽度200 200除以R 就是总共几列 反正等分 等分等分 你跑一个 那我就给你一块 你跑一个 我就给你一块 给你一块 那乘上I 这个I的值就是 反正你跑一个了 对不对 那我就给你一小块 再来增加 再来增加 一直增加 后面有一个叫 miphone.repent 重新更新一下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完成了 看起来应该没增加多少 可是有点难度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最后做完 把它启动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按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 下载的进度就跑出来了 那其实这个下载进度 不是说只有在这个地方适用 其实只要是 你需要让user等待的地方 他东东可以这样做 做法上都一样 那最后 因为这个地方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 所以我把那个 最后完成的画面 还有需要做的事情 看一下 往下 这边都有 都把它放在这里 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个地方 这个请各位试一下 而且最后那个几个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更新一下 我这边有几个更新的地方 我又把它加上去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试试看 OK 最后再把它结束 OK 大概是这样 那还是说 甚至我都一模一样的话 干脆把这个 稍微再截图放上去 OK 试试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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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